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圆圆二日 国际雪林自由式滑雪 优星场地世界杯 加拿大战结束了较亮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古艾琳 古艾琳从小就特别喜欢滑雪 并且也展现出 异于常人的滑雪天赋 现在的古艾琳 年龄才只有18岁 古艾琳曾获得 自由式滑雪大挑财冠军等等 本场比赛 古艾琳的最大章对手 就是来自加拿大的卡克 和来自美国的汉娜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 欣赏精彩的画面 本次比赛分为三轮动作 取成绩最好的一轮为最终的成绩 值得一是 今天的场地分力非常大 这对于运动员的位移 和空中动作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比赛开始后 卡克第一个出场 卡克在第一轮的时候 就拿出了高难系数的动作 这一轮下来 卡克出色完成 得到了89.40分 占据第一位 而古艾琳在第一轮动作的时候 被分力干扰还是比较厉害的 不管是空中左掌540度 还是右掌540度 都感觉做得相对比有点保守了 这一套动作下来 古艾琳终归终局完成 这一轮古艾琳得到了79.40分 只排在第三位 在第二轮动作的时候 现场的分力又加大了 这也让卡克在第二轮动作的时候 就出现了巨大的失误 只得到了16.80分 继续排在第一位 而当古艾琳第二轮要出发的时候 现场的分力变得更加大了 但是在第一轮动作落后的情况下 古艾琳还是沉着日期爆发了 这一轮动作下来 古艾琳不管是腾弓高度 还是空中转体900度等方面 都做得非常出色 这一套动作下来 古艾琳出色完成 得到了92.80分的高峰 逆转占据第一位 比赛进入第三轮动作 而汉娜在第三轮的时候也爆发了 这一套动作下来 汉娜得到了88.60分 占据第三位 而古艾琳在最后一轮的时候 被分力影响 直接导致落地的时候 差点摔倒 虽然已经出现失误了 但是古艾琳还是坚持完成了这一轮动作 这一轮古艾琳只得到了30.60分 而其他选手也并未能实现超约 最终古艾琳凭借着92.80分逆转夺冠 而卡克以89.40分获得亚军 汉娜以88.60分获得第三名 从第一轮只排在第三的位置 再到第二轮的强势爆发逆转夺冠 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中 还能爆发拿到高峰 也是实属不一 而这个冠军也是古艾琳 2022年的第一个冠军 也为2022年开了一个好投 这也是古艾琳这三天来的第二个冠军 只能说古艾琳真实好像一道 也期待古艾琳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见体育赛事 有我大事的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